以前在网上聊过几个无锡的女孩 觉得无锡女孩很善良 有一位朋友还送了一大包酥饼 我很是感动 今天终于如愿来到了这个城市 在江南大家都喜欢去古镇走一走 在无锡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 白天可以去无锡市西部的惠山古镇 这里古祠堂很多 也许走着走着就找到了与自己同性的祠堂 古镇里茶馆很多 走累了随便找一家 三四十块换一杯茶 无锡人的生活还真是窃利 傍晚你该移步南长街 这里在惠山古镇东部值五公里 出行很方便 在夕阳的皇冠下 走在南长街左侧的小巷子里 走走逛逛 天渐渐就黑下来了 此时看看河里的渡船 跟着前面的汉部小姐姐 仿佛自己回到了古代 来无锡一定要去太湖 因为太湖最美的景色在无锡 想看太湖的美景就一定要去源头主 对这几个字是这么读的 进入源头主可以凭门票 免费乘坐渡轮到对面的小岛上 沿途可以看到水中停泊的广帆船 想想清朝彭玉林的太湖水池 会是何等的雄壮气魂 小岛上有一处灵霄宝殿 这里有一座中国最大的玉皇大地巷 一定要来拜一拜 源头主里面还是很多地方可以逛的 奈何我角力不济 走了不远便走不动了 只能借我的飞机四处逛逛了 希望下次有一位身穿汉服的小姐姐 可以与我一同逛着源头主吧